大家好,欢迎来到香芸味蕾 今天分享一道简单美味的营养早餐 火腿鸡蛋卷 首先准备两个鸡蛋,一把香葱,一根火腿肠 将两个鸡蛋打入碗中 打完充分搅散 搅散后备用 将香葱切成葱花 切完备用 火腿肠切成圆片 切完备用 准备适量的生菜叶备用 再准备适量的黑芝麻备用 大碗中加入100克面粉 碗中加入适量清水 边加边搅拌 搅成酸奶状的面糊 加入半小勺盐 再倒入少许油 用筷子搅匀后备用 电门厂内加入适量油 用刷子拼铺开 锅热加入适量面糊 然后用刮板铺满锅底 在面饼表面定型后 将火腿肠依次摆在上面 摆完将葱花和黑芝麻 依次撒在上面 再将蛋液均匀地淋在上面 铺成这样后 慢慢煎一会儿 煎至表面蛋液定型时 将面饼翻个面 接着在上面烧上香气酱 烧完后再翻面 继续煎10秒后就可以出锅了 在酱的正面放入生菜叶 将面饼从一头卷起 卷成筒状 卷好后用刀切成两半 切碗放在盘中 这道好吃的火腿鸡蛋卷 就可以开始享用了 想吃的快去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加关注吧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